这是很玄的 来说好像以这种自助的方式 而且基本上是属于搭便车啊 这种方式来说 好像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神奇小子 他是29岁的法国的一位旅行家 名字叫卢德威克 因为为什么说他神啊 这是很玄的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神奇小子 他是29岁的法国的一位旅行家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神奇小子 他是29岁的法国的一位旅行家 名字叫卢德威克 因为为什么说他神啊 是四年里不花一分钱 只靠搭便车就游遍了大半个世界 最近呢这个神奇的小子 卢德威克呢 已经来到了上海 一起去看一下 卢德威克最近在上海举办了个人演讲 不少专程赶来的上海听众 被他难以置信的搭车经历 深深吸引 传统的观念来说 好像以这种自助的方式 而且基本上是属于搭便车啊 这种方式来说 好像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在这一张张记录着 卢德威克竖起大拇指 要求搭车的照片上 我们看到了撒哈拉大沙漠 北非古国毛利塔尼亚 听卢德威克说 在旅途当中 他还以劳动换取机会 搭乘四人游船去了巴西 甚至跟着破冰船抵达了南极 如今来到中国 虽然语言不通 但凭着一张自我介绍卡和一叠照片 他成功的搭便车 从北京来到了上海 四年九万多公里的行程 让卢德威克实现了 幼年时周游世界的梦想 在这个过程中 卢德威克发现 地球环境在不断地被破坏 这让神奇小子 在中游世界的同时 又成为一名环保宣传者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但神奇小子也有点想家了 他计划年底 结束五年的旅行 回家歇歇